HELLO 大家好 每一根的小事就来了 说到演艺圈的女明星们 除了突出的实力与舞台表现里 完美的体态与身材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那么这一期我们盘点了15位女星骨感vs肉感对比图 快来看看你最喜欢哪个呢? 1.IU 第一位要说的就是国民妹妹IU IU一直给人的印象都是娇小玲珑 但让人惊讶的是 鲜瘦的她原来在出道的时候因为看起来圆润 而被攻击是肥猪 不过那时也是因为年纪小 因而肥还没有褪去 脸上总有一种肉嘟嘟的感觉 这也让她一度低于是减肥 每天只吃苹果 番薯等 更在5天之内铲肉10磅 终于经过不懈努力与健康意识 若今IU通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褪变成了高冷发十足的张满月社长 脸颊肉已经消失了 五官也更加有立体感 大眼睛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 这个改变是真的肉眼可见 现在的她已经变得更瘦 更维持体重在45公斤左右 阿尔金雪旋 最强肉体 人形力排 都是大家对雪旋如今完美身材的赞誉 但其实雪旋之前也是一个胖胖的女孩子 在她刚刚在AOA出道时 由于身高的原因 难免会因为骨架大显得特别的壮 所以出道时她在组合中 一直是一个被黑的角色 其实在减肥之前的金雪旋也不算很胖 放在普通人身上就是正常身材 但对于女明星来说 167厘米的身高 匹配120斤体重 上镜的确会感觉很胖 没有美干了 记得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雪旋只因吃了一小口炸鸡 便被公司工作人员骂 当时看得我都心疼雪旋小姐姐了 直到后来开启了疯狂减肥模式 终于受成大家惊艳的样子了 毅力着实惊人的雪旋 想必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看清雪旋减肥前后照片对比 谁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啊 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气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如今的她不仅成了广告女王 更被韩国宫认为健康美的象征 减肥后的雪旋在舞台上的直拍视频 观看人数经常破百万 成了名副其实的直拍女王 多年来一直是收拾保证的韩剧女王 调幸慧 各位无数观众的韩剧女神 虽然她的长相不属于经验类型 但却越看越舒服 印象最深的还是她小小的圆脸 在很多作品中 调幸慧都有可爱的小圆脸 和舒适自然的演技 尤其是在继承者们中 那肉嘟嘟的小圆脸非常讨喜 不过当时 朴幸慧因而肥与粗壮的双腿 也曾让不少网友吐槽太过肉感 可就在去年朴幸慧写韩剧 西西福斯的神话回归影幕 眼前的粉丝发现她又瘦出新高度 朴幸慧双颊消瘦 拥有精致的鹅蛋脸 这连四肢也变得十分瘦削 与过去简直判若两人 不过说实话 感觉女神即是因而肥的样子 也很可爱呢 反而与一众的追字脸差别开来 女团After School 是韩国娱乐公司2009年 大早推出的女团 索英成员平均身高 高达168厘米 而拥有超高的人气 被称为御界天团 其中优于金佑珍身高达到1米73 她因为拥有一双细长眉腿 而被称为国民大蜜腿 不过金佑珍在刚出道时 想身材高挑 但是身上的肉肉比较多 从过去After School的活动视频中可见 彼时的金佑珍天真可爱 但双下巴视而显现 而且还拥有着网友常常诟病的小肚男 金佑珍曾做客一档增益节目 分享当年自己受到网络攻击后 拼命减肥并患上厌食症一室 这也令网友和粉丝感叹 在韩国做练习生真的好难 随后金佑珍开始拼命减肥 朝着网友们喜欢的先手女团偶像方向努力 但此过程却非常艰辛 除了运动她还会结识 8年来金佑珍每天只吃一餐 瘦身后的金佑珍在舞台上已是魅力十足 减肥效果自然明显 但金佑珍也因此患上了眼神症 7年前金佑珍离开女团前往影视圈发展 去瞧兄弟们便宜智 在剧中的她非常亮丽 上流社会中她更直接化身 傲娇财阀千金与圣君谈起了恋爱 金佑珍如今已经战胜了眼神症 但身材还依旧保持坚守 对此不少粉丝希望她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 健康最重要 5.宋雨琪 一直关注宋雨琪的小伙伴就知道 她刚出道的时候身材偏胖 当时还留着厚厚的齐刘海 脸上肉嘟嘟的 没有现在这么甜美可爱 她也曾在跑男中 透露自己当时的体重有110多斤 虽然这个体重对于普通女孩子来说是正常 但对于明星来说就超重了 要知道上镜胖十斤呀 因此录制节目面对镜头的时候 雨琪眼神总是多善非常自卑 可是过了一个夏天 宋雨琪的体重就下降了很多 由肉感身材蜕变成了骨干身材 舞台上的她也更自信了 此前雨琪回到国内发展后 凭借在奔跑吧上的精彩表现成功圈粉 但后来传出一张生图 让宋雨琪的身材管理备受质疑 如今宋雨琪晒出镜照 身材高挑的她穿着一条迷彩贴身连衣裙 展露完美身材朝前退戏 恢复身材的她也更加大胆的 在大家面前散发魅力了 六 秀智 秀智2010年7月以女团Miss A原出道 当时实际年龄位族16岁的她 顶着与自己形容不太符的大农装外 更因为前走的婴儿肥儿备受批评 加上身高是全队最高 对比纤瘦身型的成员 秀智就像巨人一样 2011年秀智参与韩剧Jim High时 更被劈演击产 于是燃起了她减肥及加强实力的决心 2012年秀智成功评一套 建筑学概论打开知名度 容身海内外人气高起的国民初恋 就连李敏昊和李东旭都被她迷倒 如今的秀智相比早期的婴儿肥 更加骨干 可谓魅力十足 在表演的时候展现诱人的魅力 更一度被称为是脱胎换骨 现在的她已经转战戏剧类 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演员 但其实直至现在 她依然会忽扑忽瘦 日前被拍到身材变得圆润 过一阵子又瘦回来了 可见女生维持身材 真的很努力呢 7.Twice致孝 说到女爱豆减肥界的励志典范 Twice的队长致孝自然也必须榜上用名 虽然朴致孝从小的颜值就很高 五官非常的精致 但是刚出道时期有点胖胖的朴致孝 的确没有现在好看 那个时候的致孝的脸有点婴儿肥 还曾被网友戏称 因为股价大 很适合玩举重 让她伤透心 于是她开始坚持每天运动四小时 就算工作再忙也不松懈 并且加强激励训练 透过油氧加上核心训练 练出紧实曲线 饮食方面她也相当流星 像是少油少盐高蛋白 不吃油炸物等 毅力让其他成员也十分的佩服 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 瘦了之后的朴致孝 五官更加精致了 如今的朴致孝肤白貌美 虽然不是很瘦削的类型 可是微胖的她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芭比娃娃一样 8.慢慢目 文心 灰人 大家对于慢慢目 文心的影响一直都是瘦瘦高高的 但是文心在学生时代 也有过胖胖的时期 这个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粉丝知道 妈妈目的成员都是不拘小节 文心一是全队最慢的 但是作为女爱豆 文心也很努力的在保持自己的身材 为了减肥 文心一每一次在练习室里练舞的时候 都会穿上很厚的衣服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更多的汗水 如今的文心一穿着最酷的西服 挑最帅的舞蹈 其实星星的身材真的超级好 同样是妈妈目的灰人 真的是在大家眼皮底下 身材就悄悄的变好了 虽然灰人也是平常工吃饭的艺人 但是毕竟是女爱豆 保持身材也是必修可之一 之前的狗狗丁灰人 其实不算是很胖 但是看起来总是少了点什么 每一次回归 灰人的身材 肉眼可见的变好 现在的狗狗真的很好看 身材更好了 9.Red Velvet 朴秀蓉 秀蓉在出道初期也是有一些热感的 那个时候 秀蓉因为才18岁 多少受婴儿肥的影响 如今Joy身材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本来就是有点微胖的女爱豆 但是她肉都长得恰到好处 也正是因为如此 Joy是大家公认的性感的女爱豆 身穿紧身裙的Joy 完美地展现了她的好身材 10.全志贤 所以无数人的女神 全志贤偶尼 其实在出道初期也是略有婴儿肥 但不可否认 那时的全志贤实在是太美了 《我的野蛮女友》中 一位饰演的少女 脸上的婴儿肥 反而更将角色的可爱 少女青春感凸显出来 元气感简直一出屏幕 片中全志贤 把野蛮少女演出了一种灵动 野蛮却不凡人 每个动作都透露出一种爽朗的直率 这种度真的很难控制 少一点立不住野蛮人设 多一点又显得缺心眼 以及傻白甜 如今的全志贤 褪去的婴儿肥 身上更多了一份干净 知性与纯美感 对比我的野蛮女友时期 变了 但好像也没变 身材更瘦的她 先后出演了来自星星的你 蓝色大海的传说 特别是蓝海中 化身美人鱼的她 魔鬼身材 很性感曼妙 还有一种震撼的美 11. Jennie 詹妮有人间香奈儿之称 更是不少广告商和时尚品牌的宠儿 你损詹妮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 有的人说喜欢詹妮的舞蹈 有的人说喜欢詹妮的穿搭 还有人说喜欢詹妮的性格 这些都不意外 主要是有人说喜欢詹妮是因为她胖 其实呢 这位粉丝想表达的是 喜欢詹妮胖嘟嘟的样子 因为真的是爆炸级别的可爱萌 前方美招呼体 再看看詹妮的小时候 婴儿肥是与生俱来的好吗 所以就请大家别再说詹妮胖了 请直接说 你可爱的都要医出来了 但是认真讲话 其实詹妮有点婴儿肥 但是只要一配上电眼 整个脸型就会显得格外好看好吗 怎么可以这么魅惑 如今的詹妮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完美 简直受成纸片人 12.Lisa 同样来自BlackPink的Lisa 五季了得 曾经坦言每天都会练舞十几个小时 不过在正式出道前 Lisa其实也有鞋胖 肉嘟嘟的脸蛋加上短发 看着很普通 可变瘦后整个人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五官变得更加精致立体了 据悉对自己认真谨慎的Lisa 经常都会控制好自己的饮食和身材 每次看到她在舞台上表演 都会有粉丝表示真的太瘦了 身穿短板衣服的时候 甚至会看到肋骨的形状 大家都希望她能在工作之余 也要好好注意身体呢 13.金血雅 她拥有傲人上围 火辣鲜腰 人气极高 被誉为难含小烟马 不过薛亚其实出道初期 也是肉的身材 甚至狂瘦了17公斤才出道 差异也是相当惊人 薛亚特别说过 她在减肥时绝对不碰面粉制品 因为大多面粉制品的热量 及升糖指数都偏高 另外也会透过高强度的舞蹈来瘦身 平时日常也坚持多走楼梯 多走路 能站就不坐等方式 维持运动习惯 只能说小这样的女神身材 真的只能持之以后 便收获的血压也是十分扬眼的 颜值和气质都有了很高的提升 舞台上的她简直不要太有魅力 14 郑秀金 一直以来秀金一直有着腹肌腰筋的称号 她不光腰细腿直 还练出了性感的腹肌 有着女生看见的疯狂的黄金身材 不过此前秀金也是曾被媒体拍到发胖的身体 但要知道明星都是胖着玩的 如今的她也是恢复完美性感身材 脸部线条紧到没有一丝多余 瓜子脸又回来了 更让人瞩目的是巴掌腰 15 宋慧乔 乔妹在大家心中一直是温婉雅致的形象 但其实在出道初期 乔妹还属于肉肉的身材 现在受身成功后 整个人气质轻盈了很多 配合柔和的五官 给人一种岁月经好的感觉 不光如此 最令人羡慕的要属她的完美肌肤 肤脂风吟水嫩 魔鬼身材也尽现无疑 其实无论是骨干身材 她还是肉干身材都不重要 主要是健康 就连萤幕前如此完美的明星 都会发胖时期 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小时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姐哦 小时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 最新资讯 明年转发做明美肌全球 明年转发